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 当孩子从学说话之后 渐渐成熟一点 他们会开始问这是什么 然后大约在三岁的时候 会开始问为什么 再来成长到一个阶段 他们会问可以或不可以 然而若是孩子经常问你可不可以 那表示这还是一个尊重父母亲的孩子 然而父母亲的回答就十分重要了 你的回应代表你是否是一个 有智慧的父母亲 懂得帮助孩子来设立正确的 安全的对他是有帮助的界限 也帮助他能够掌管自己的生活 因此你回答no或yes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很多父母实在是很为难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回应孩子 许多的问题和挑战 盼望透过这本书给你一些帮助 继续来看这本为孩子立界限 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 品格看起来像什么 基督徒对于圣灵所结的果子 九种果子我想都十分的熟悉 而这一章作者也会告诉我们 一个有好品格的人会展现出九种特质 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到第五个特质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台服传播中心所出版 由亨利克劳德博士 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 所共同著作 《无苏新美师母》所翻译的 《为孩子立界限》 第二章品格看起来像什么 好品格的第三个特质是能自主 你曾经和抱着受害者心态的人交往过吗 受害者认为他们在生活中似乎无从选择 任何发生的事 任何临到身上的都是他们的命 有一位妇女跟我抱怨说 同事老是在她想把事情完成的时候 就来干扰她 似乎她工作进度落后都是同事的错 我问 你为什么要跟她说话呢 她问我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问 她来干扰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跟她说话呢 她说 我没有办法 她就站在那里讲个不停 我又问 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她 你有工作要做呢 或是在门上挂个 请勿打扰的牌子呢 这个女人茫然地瞪着我 因为她从未有过 你可以做选择 和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种观念 她认为如果某些事发生在她身上 就必须是那个样子 她无法做什么以改变那个情况 当我提到说 她有许多选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时 她仍心存质疑 我给了她五六个建议 包括和那位女同事谈这个问题 告诉主管或要求换到另一间办公室等等 但这些建议对她都是全新的想法 她从来不知道可以在与人的关系上和生活中自由做选择 乔一就是这一行的受害人 她的公司强制执行一些新的政策 她觉得很难适应 而且对这样的改变非常沮丧 我问她 你对这样的情况打算怎么办呢 她问我 你说打算怎么办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 我的意思是 你对被陷在这种不喜欢的情况中打算怎么处理呢 她只是瞪着我看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 其实她可以选择投履历表到另一家公司 而不必做她讨厌的一周五十个小时工作的牺牲品 在好的界限里成长的孩子知道 除了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之外 只要肯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就有自由可过任何所选择的生活 对负责任的成人而言 有无限的天空可以做选择 我们住在一个充满受害者的社会 今天人们的举止好像对生命无从选择 每件事情都应该替她做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自己就不能做什么 也没办法改变 这种现象反而给你孩子的未来带来很大的机会 如果你所培养的孩子懂得管制自己的生活 他们就会远远超越别人 和别人相比 他们可是赢在起跑线上呢 再来第四个好品格的特质是肯主动 杰利告诉我他和大伟的关系 他喜欢他的幽默、敏锐和同情心 但对他的缺乏主动很伤脑筋 大伟答应和他去做某件新的事情 例如一起去运动 但每次要执行计划时 除非他采取主动 事情就不会开始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逼他向上似的 我知道大伟的老板也有同样的感觉 大伟到最后都可以把别人要求的事情做完 但似乎总要靠某些外力的催逼才会往前走 大家都对他这种缺乏热忱的态度觉得很生气 人类行为正常的一面是 会主动做事情 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被赋予主动行事的能力 通常能否主动做事是个界限的问题 大伟就是缺乏界限所提供那种 以目标为本的行为架构 孩子需要被人要求采取主动的态度来行事 这是个重要的界限训练层面 记得许多年前 我和一位朋友在一起谈话的时候 他十岁儿子大伟过来好几次 抱怨说他没事可做 希望母亲替他想想可以玩些什么 他母亲知道他所需要的资源都在他手边 便看着他说 大卫 你要为自己的乐趣负责任 过了不久 大卫就找到朋友过来家里和他玩 我最近碰到这位母亲 谈到彼此最近的生活 他跟我提到大卫在大学最后一年 所做各样有趣的事情 我心里想 他到现在依然为自己的乐趣负责任 神秘小说家 玛格瑞特米拉说 生活是我们在做其他计划时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某些事 但对许多人而言 生活是由他们掌控 并且用心去追求的事 他们善用才干 并加倍使用以增加生命的容量 他们为自己的乐趣及目标的成果负责 在许多情况下 没有这样做的人 多半是从来没有人要求他 当采取主动去完成任务和目标 他们要别人替他做事 或是要别人替他行为的后果担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